熱騰騰火鍋加入帝王蟹餃干貝 還有和牛騙國縣連假餐廳 一味難求又受面臨餅酌情況 不熟悉的人坐在一起吃飯 就是有時候講話或是什麼東西 就會比較怕影響到別人這樣子 會有點尷尬 對 就如果是我們想要單獨 就是講一些 就是不會想要讓別人知道 跟不認識的人併桌 只能拼命拉遠距離 無論坐對座或隔壁坐 一不小心四目交接 瞬間感覺怪怪的 客人不舒服 有些店家想出秒招 來幫你們下隔板 用隔板擋住 避免目光注視能減少客人的不自在感 或坐斜對角間隔一個空位 都能讓客人覺得比較舒適 如果是坐圓桌的話 也因為有弧度的關係 所以就算跟別人一起併桌 也因為距離較遠比較不會尷尬 另外遇上親子客 因為小朋友比較難控制 音量通常較大 如果併桌容易影響客人 通常都會另外安排 如果以私人座為主的燒烤店 遇上團體客 為了不拆開客人 座位也會精心安排 比較大單的客人 我們都會幫他安排在鄰近的區塊 所以盡量幫客人安排前後 這樣比較接近 客人可能一轉頭 就可以看到同行的人 就可以跟他們講話聊天這樣子 餐廳拼翻桌搶商機 如果真的要併桌 也得注意每鎖 讓客人感到舒適 才能提高回頭率 謝黃毅局是台北報導